新闻女王快到大结局才发现 全剧最大的悬念被刘燕揭开 电视剧《新闻女王》是由蛇诗曼 马国明领协助演的 讲述自身女主播文慧心 如何实现自身价值 成为新闻女王的故事 文慧心一直都是新闻界女王 为了打压文慧心 方太太和飞也用了很多手段 甚至中间文慧心一度要离开SNK 直到文慧心离开 才发现文慧心的离开 可是回到电视部的文慧心 依旧没有谦虚 收起自己的骄傲 实力一直都被领导害怕 正如良解人所说 只要有文慧心在的地方 就看不到别人 确实文慧心的实力太强了 强到他在的时候 根本看不到别人 有能力的文慧心非常转 本来良解人觉得文慧心 已经要倒下了 没想到在最后的时候 文慧心精彩反转 给了他们一巴掌 果然文慧心依旧是收拾女王 这就是有能力的底气 文慧心一直都很骄傲地说 期待谁能见文慧心的位置 可是到目前为止 根本没人能取代文慧心 谁都没有实力取代文慧心 在文慧心下面 有张家妍 良解人 徐实情 徐晓薇等 那么谁来接替文慧心的位置 是全剧最大的悬念 首先是良解人 良解人是文慧心带起来的 也是唯一的男主播 这是良解人的优势 可是在本可以利用这种优势的时候 良解人却把自己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争斗上面 这就打压文慧心成为总主播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良解人利用了徐晓薇和非烟山峰点火 正如张家妍所说 如果良解人认真做新闻 那么绝对会成功 可惜他把时间花在了其他地方上 这种过程便导致良解人的失败 把过多的精力花在如何打击对手 即使文慧心败了 还会有更多的文慧心站出来 良解人不会是接替文慧心的人 其次是徐晓薇 徐晓薇是文慧心带进这个行业中的 也是极为中实力最差的 甚至多次出卖文慧心 情绪不稳定 有抑郁症的是她最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优秀的女主播 最重要的就是情绪稳定 然而徐晓薇根本做不到 她没法控制自己情绪 甚至播报新闻的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是主播的大忌 徐晓薇很难接替文慧心的位置 再者是徐晓薇不同意文慧心的职业理念 徐晓薇当主播的信念就是自己的父亲 为了能让父亲认识自己 徐晓薇拼命当主播 因为当了主播 自己的父亲才认识播报新闻的徐晓薇 从理念而言 文慧心和徐晓薇的信念完全不一样 最终徐晓薇在父亲去世之后 也选择了离开电视台 和文慧心分道扬镳 最后最有实力的就是张佳妍了 张佳妍从不参与争斗 总是把调查清楚真相 摆在第一位 为了工作 她甚至都没时间陪男朋友 在播报国外新闻的时候 张佳妍也可以轻松应对 在方太太心中 张佳妍完全可以和文慧心斗争 奈何张佳妍无心斗争 只想做好新闻 可是后来张佳妍不得不参与了争斗 渐渐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 全局最大的悬念被刘燕尖开 她成为了文慧心的接班人 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刘燕是跟着张佳妍的 工作时间不长 刘燕因为错误去了网制部 可是刘燕的心一直都在新闻上 好不容易去调查排球队的事情 却有了大麻烦 但刘燕依旧没放弃调查真相 她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最终成为顶替文慧心的人 谁都没想到最终顶替文慧心的 居然是不起眼的刘燕 第一期见 歌词